赛车加速狂飙 到路口疯狂甩尾 炸裂音浪 观众兴奋到报表 田田圈烧台车记绕了三圈 在车道上留下一条条胎痕 28日台中的F1赛车展演 盛况吸引6万人 不但挤爆马路两侧 没想到还有人竟是站到了这个位置 阿妈很XX 夫人沿着高楼外墙走动 疑似要卡位看赛车 站的地方比数还高 起码三到四层楼 而且他还不是独自行动 他和另一名中年男子 是一同当起蜘蛛人 两人身体紧贴墙面笑得开心 男子更在赛车冲刺时 拿起手机看似要拍摄 身上一点防护都没有 虽然门票难求 但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观看 简直拿命开玩笑 应该要被制止 小车车下去 对 就变成小人命了 我就不太值得这样做 而要是他们并非大楼住户 还有侵入住宅的疑虑 同一时间人群里有另一对男女 行为举止也遭放大检视 这个很可以 自己的角度很好 很棒 女子站上男子的肩膀 自己找到了一个独家制高点 但这么做挨红自私 而且男子已经整个人在巴抖 感觉快要hold不住 安全问题应该要考虑一下 亚洲唯一赛车展演 不但有极限车技 观众群也是极限玩命 继续玩具节往下 SM小组台中 采访报道